第一個請各位,因為之前有同學直接把那個Intel打開 然後你的沒有,假設你今天不是用網站的型態開啟的話 將來問題會非常大 可能你要上傳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從網站新增網站開始的話 那會造成錯誤 所以第一步上個禮拜我先把它刪掉 也許這邊的話我剪這個刪除 如果第一步沒做錯,假設我先把它刪掉 我重來,如果記得你的右下角千萬不要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表示你沒有用網站的方式去設計你那個APP 那就會造成很大的錯誤 OK,特別注意你只要有一個錯誤發生 你將來要上傳到那個就是那個phonecap上面就會產生錯誤 你只要動作都沒做錯的話 那應該其實我想應該都還蠻順利的啦 給前提就是你要注意一些細節部分 那首先記得第一步一定要先從什麼網站新增網站開始 那這邊名稱的話就叫REAPP 比如上禮拜的REAPP 然後位置告訴他那個資料夾 而且資料夾位置請注意一下 一定要選這邊按選取 然後他如果他出現這樣的秒是選錯了 有沒有你要稍微看一下 應該是選什麼 選再選一下出去一下 再進來 因為他有時候如果沒有選到 他的一定要長這樣子 有沒有一定要是C疊的桌面 Distop底下的這一個目錄的斜線 所以剛剛有時候難免那個REAPP會選錯 如果選錯的話 那你在往下走的話 那就會發生錯誤 第一個一定要記得 然後按儲存之後 第二步的話 再把那個index打開來 打開就是這個啦 所以這邊把假設關掉一下 點兩下打開 那你才可以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並且把那個這個頁面 這個這個地方的模式 改成傳統的 否則你沒有辦法切到 那個JQuery Mobile裡面 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接下來 我剛剛講的重點 我再把那個 只要你沒有做錯的話 應該是很容易就成功了 第一步的話一樣就下載 然後把它解壓縮 裡面的那個Think 這個主要是這個 把它什麼 把它複製到這裡 JQuery Mobile 特別注意是放的位置 一定要不要不要做錯 記得放在這邊 那我剛剛是直接複製 放到那個網站裡面去 可以 或者另外一招 我之前講過 你可以用拖拉的 放到這邊放開 不過這一招 風險比較大 OK放開 這邊 記得在這個裡面 一定要看到了 一個JQuery Mobile的 目錄 裡面的這一個檔案 OK 這個檔案一定要看到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應該就快要完成了 最後的話你就怎麼樣 再把那個第六行的地方 這一行改一下 本來它是指這一個 那我現在把它改成這一個 所以基本上的話 要不你就把這個檔名複製一下 然後放的時候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千萬不要 像剛剛同學點一下 然後複製沒有點CS 誰要直接複製 就把它貼上了 像剛剛這樣貼上 這個是錯的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即時看一下 它就會面目全非了 就變成這樣子 就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像一個網頁 所以特別注意 它只要一行字錯 就非常的嚴重了 OK 所以之前的同學 每次都是差一個地方 那你要找到那個錯的地方 把它補上 所以這邊 我就把它補一下 點CSS 記得字不要打錯 CSS 要不然你就從這邊複製吧 貼過來 貼到這邊來 好 這樣的話呢 把它存檔 其實基本上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再即時看一下 應該就OK了 另外還有幾點就是說 你還要再檢查一下 你那個DataSync 在這個裡面的DataSync 是不是都是A 如果不是A的話 要不然都是B 只能A 只能B 因為CDE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用CDE的話 會造成那個白色的 會造成錯誤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另外呢 如果像我剛剛切到哪裡 我去全部把它改成B 所以你可以Ctrl C Ctrl F 你可以用尋找的 這邊有沒有尋找 這個有沒有都是 全部改成B好了 那我就用B的附近主題 OK 那這邊都是B的 我把它全部改過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升平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切過來 奇怪這邊怎麼 為什麼這邊還是白的 其實主要原因是這一塊 你沒有把它更改 也就是升平 把它切回來 你看一下這個升平 升平裡面的什麼呢 這一塊 沒有嘛 這一塊 這一塊是整個頁面 還有這一塊 這一塊是Content內容有沒有 所以內容部分 如果你要變更的話 很簡單你就選內容 然後把它的Data Thin 它的Data Raw是Content 然後Data Thin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或A 改個B好了 好這個時候呢 我再看一下那個升平 切過來 OK 你會發現這邊就改了 OK 主要是改哪一塊 改那個Content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內容要改的話 底下因為它有業尾 所以好像這一塊是白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如果底下這一塊不要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升平 這個底下 好像這邊有業 這邊 這個是Page 底下有沒有 看一下它的Content 底下 ULO 底下好像沒有 奇怪怎麼會 看一下 即時一下 升平 底下這一塊 那如果說底下這一塊 應該是Page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升平的整個Page 整個Page 也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A好了 改成B 這樣來看應該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吧 這樣點下去 有了 因為它的Content 只有到哪裡 只有到這裡 下面這一塊是Page的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請各位把那個Thin 這個它的背景布景主題 乾脆就ABCDE 每個都把它設成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將來呢 就再做切換 那也許當然你有好幾個版本 也許你有一個App是 A版的B版的C 不同的這個布景主題 你也可以做一個不同的App看看 然後交叉比對 看哪一個效果比較喜歡 那將來我想 將這個Thin Rover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我們大大的 可以讓我們的App 變整個變漂亮起來了